这个得说1949年春天的时候 当时在捷克布拉格召开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当时郭木若作为团长代表中国到那边参会 参会的时候发现人家有个规矩 凡是进到会场的都得先揍自己的郭哥 那么中国当时没有郭哥 怎么办呢 郭木若临时想一商量跟代表团商量 咱们用英勇军进行取 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 49年中国已经这都已经快建国了 就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过时了呢 各位代表 徐伯鸿代表建议 用英勇军进行取作为国歌 请大家发表意见 曲子好 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是啊 新中国即将成立 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我暂成修改歌词 我们不能天天唱 特别是这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不可行啊 所以郭木若当时做主的把它改成 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 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回到国内之后呢 这时候正赶上49年呢 这全国政协开会就商量 我们这国歌 国旗国徽都用什么 当时面向社会 政绩国歌 收到了694首歌词 但是都不太满意 那个时候呢 就以马旭伦为组长 叶简英为副组长 组员就包括郭木若呀 毛顿 还有这个马思聪啊 作为顾问 就我们到底用什么 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后来马旭伦 作为组长 他提出来 在这个1949年9月25号提出来 咱们就用义勇军进行曲吧 当时时间也很紧迫 我们也知道 10月1号就开过大典了嘛 最后毛泽东拍板 好 就用这个 所以就这样呢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完整的保留下来 那么义勇军进行曲 在2004年呃 世界全国人大的第二次会议上 当时宪法 把义勇军进行曲 写进去了 因为这版的义勇军进行曲啊 这个可以鼓舞人心 居安思危 呃 能够让我们呢 时时刻刻的保持清醒的头脑 所以当时呢 就把这个写进了 呃 我们的这个宪法 那么可以说呢 国歌啊 这不是个小事 就是你任何一个国家 对待国歌都会非常慎重 而且国歌里边 一旦要是有一些瑕疵呢 容易被人说谈到 对待国歌手